寒风四谷冰天雪地 一个神志不清的年轻女孩子 独自居住在一间充斥着垃圾粪电的废弃的老房子里 小米 一个念过大学的姑娘怎么就落魄到这种地步了 人们在可怜她的同时 难免还会产生强烈的好奇 这个女孩到底怎么了 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按家人的说法 小米从小学习就很好 是一家人的骄傲 高中毕业之后 心高气傲的她辞去工厂的正式工作 报考了山东一所医学院 结果考上了 她考上了我肯定高兴 那说说那我说那你就去吧 上大学没多久 家里就接到了小米的电话 她说自己有男朋友了 已经要谈婚论嫁了 结果可能到后来没有夜成功 回来以后 那看见我看着她还烦恼的厉害 话也不过讲 很快四年就过去了 小米毕业回了家 不过她一直郁郁寡欢 不久她干脆离家四年 你把这个响子 他就给我变开 家里边经有了四千块钱 他下都给拿走了 拿走走一头 他就到 到深连去了 就这么着 啥话也没说 小米自己就跑深圳去了 一年后 小米往家里来个电话 干啥呢 让父亲帮她到派出所办证明 说是要去香港 儿大不由娘啊 那去就去吧 反正来也拦不住 可没多久 她又回到了广州 她那时下回来个电话 我就感觉她精神有点不大对卷 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我说坏了 这怎么办 结果我就叫她妈妈去 结果到了以后 你看不行 咋不行啊 孩子病啊 啥病啊 原发性精神分裂症 啥叫原发性咱也不太懂 反正孩子是病 小米的父亲就说了 当时花了八万多块钱给她治病 最终没什么效果 只好把她带回了家 慢慢的靠药物调理吧 回家之后的小米呢 几乎就没早出过门 所以周围的邻居啊 都没有意识到小米有精神上的问题 不久 父母给小米在南方的老家找了个婆家 然后就闪电结婚了 这是小米出嫁时候的结婚录像 当时的小米很漂亮 也很清醒 她好像结婚的时候还是蛮正常的 那当然正常了 那不正常人家也不愿意 好像高高兴兴的家伙 是啊 被她的祖宗大司结绝了 你想 我一块石头不就落地了 当爹的心情不难理解 可仔细一琢磨 那你这哪是石头落地呀 分明是把自己背着的石头转移了 或许把有精神病隐患的女儿嫁到远处